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我國小時候的古董玩具 是日本製的任天堂紅白機 好,可以看到這台任天堂呢 它的外殼已經非常的斑煌了 所以說它的一個年代呢,其實也是非常的悠久 那這台是在我國小三年級那個過年呢 那時候我爸買給我們的一個過年的禮物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在家裡面 自己來玩這個相關的電動玩具的遊戲 那以前呢,我們都要跑到隔壁鄰居家 才能夠去玩這個相關任天堂的遊戲 所以說,自從買了這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自己在家裡面玩了 那這台任天堂呢,它是第一代任天堂的配置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一個手把 基本上它還是黏在我們的主機上面的 好,那這個是它的一個主機正面的部分 那裡面這邊的話呢,都還有用相關的日文做說明的 所以這一台其實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那這邊有它的一個電源鍵 還有它的一個reset鍵 OK,那前面的話呢,就是把我們把這個遊戲卡帶呢 可以把它推起來,這樣一個推桿 那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話呢 還有這個相關的金手指的部分 OK,所以這個相信這個大家熟悉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它的一個正面的部分 那這邊還有這個family computer OK,那以前小時候基本上看不懂這些英文 還有這些日文字 基本上只知道說把卡夾放進去 然後電源打開,基本上就可以玩了 好,那前面這邊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金手指插槽 那這個的話呢,我印象中 它可以來插那個光電槍 也就是說任天堂有一款遊戲就是那個打壓制的遊戲 那它可以去額外再插著這個槍呢 那我們可以瞄準電視的相關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去打你上面的那些飛起來的壓制 OK,那不然的話呢,我們就只能用這個手把去玩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側邊的部分 那側邊可以看到,這是它的一個手把的部分 那這個是第一代手把的配置 那後來的手把呢,它上面都還在加入這個連擊鍵 那我們這個的話就是一般最原始的這個手把配置部分 好,那我們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這邊的話呢,有它的一個相關的 這個變壓器的一個插槽 就是供應電源的 然後這邊的話呢,它可以去切我們的 是玩遊戲模式還是你要看電視模式 OK,那這邊還可以切它的一個頻道 那我們一般來講都切到那個2的頻道這裡 那這邊另外一個就是那個RF Switch 就是我們的這個相關的視訊的一個連接盒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大概先知道後面大概是這樣的配置 好,那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搖桿呢 直接是連在這個上面的 好,那這個是另外一邊 好,可以看到2號機這邊還有一個麥克風 所以說我們可以對它講話 然後我們電視上面 就會呈現出我們講話的這個聲音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還可以去調節這個聲音的大小 那一樣它這邊配置有方向鍵跟AB 這兩個鍵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紅白機正面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一個後面 好,後面這邊的話呢 是紅白機它一個背後 那可以看到這邊的話有這個遊戲主機 它的一個專賣店的一個店家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它的一個電鍵堂 後面它自己本身的這個消耗電力4W 標籤還有它的主機的序號 好,那這個是還有它的一些相關文字的部分 好,那這個是後面的部分呢 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變壓器 這邊有這個紅色字的標籤 那這個是日本字的變壓器 那上面還有相關的這個變壓器的資訊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個是變壓器的另外一側 好,那這個是它的一個 我們要插到那個主機後面的這個變壓器的電源孔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這個RF的這個switch 它的一個視訊交換器 那我們在這裡面呢 因為我這個線已經把它整理起來了 因為我這台任天堂基本上已經把它封存起來了 所以我只是讓 所以說平常是沒有在用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那這個線的話呢 就是這個孔就是插在這一個 好,這個RFswitch這邊 那剛才這個電源 電源的這個變壓器 這個的話就插在這一個 好,那這邊 這個插之後呢 那我們的另外這一頭呢 其實就是插我們那個以前 電視機都有這個 Cable的這樣一個線的孔 所以我們在這個的話 就接那個Cable線的孔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玩這個任天堂的遊戲了 好,那這邊的話呢 那我們就實際把這個一個遊戲帶呢 把它插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在這裡就拿這個遊戲帶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 OK,那這個是任天堂的遊戲帶 好,那我們直接把這個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裡面有金手指插槽 那它這個對應的 這是公的金手指插槽 然後裡面這是母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插進去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玩這個遊戲了 好,那如果要把這個遊戲帶呢 把它退出來就是在這個 把它往下壓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它就被彈起來了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遊戲帶把它拿起來 然後收回我們這個遊戲盒裡面 好,那這邊我們就為大家介紹 我國小時候的古董玩具 日本製的任天堂紅白記到這邊 那我是衛斯林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